問了一些紀料上的問題 那我現在再解釋一下 因為有超過兩個以上的同學問的話 我就再度解釋一下 那例如說有同學問到說 這個箭頭跟那個箭頭有什麼差別 這看起來有差別啦 因為這很多話一槓 這沒有一槓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這個是我的習慣這樣子 就是說我要講映射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每個人不見得一樣 但是呢 如果是這個映射是從空間送到空間的話 群體送到群體的話 我就不加一槓 那如果是元素個別的 單就是有針對性的 從一個人的 從個人的話 送到個人的話 我就會加一槓 然後你會不會說為什麼他這樣子 不要問我也不知道 我從小就這樣 沒辦法改變 就是有一個人的話呢 就要放一槓這樣 把他這樣拉拉拉拉拉過來 所以呢 就是元素的時候 而且我這樣有好處就是說 我這樣強調 我的左邊這個 就知道我左邊這個 代表一個單一元素 當我寫一槓的時候 我寫一個這樣的箭頭 我左邊一定代表單一個人 它不是全群體 那我寫這樣的話 代表它是個群體 就是無差別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幾是這個記號 那還有同學呢 問說 這個叉叉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 兩個空間把它叉叉在一起 兩個空間把它叉叉在一起 是另外一個空間 那是怎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比如說我FXXV意思就是說 F這個空間已經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然後V也是一個空間 那FXXV是另外一個空間 這空間裡面的元素就是 我把F隨便抓 V隨便抓 然後配在一起 它變成一個新的空間 所以XX是 是把兩個空間 變到另外一個空間的一個運算 就是這樣 它叫做成就 Close Product 不是Close Product OK 反正就是Product的意思 那 例如說 我的 F如果是 兩個香蕉 這個是 三個蘋果 那這邊在一起 就是一個香蕉 一個蘋果 把它插在一起 如果香蕉跟蘋果不一樣的話 它就有六種種類型 好 那如果 這個解釋 還有疑問同學 下課的時候 再來 再找 這樣子 再解釋 再解釋 就是說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就是你想像說 如果是這兩個元素 這三個元素 Close起來 就是六個元素 那個加發白的書 那邊 W要在V 對啊 我如果寫 Alpha的話 就代表在F裡面 那我寫 那個V的話呢 就是這個 那個希臘字的話 就是在F裡面 那這個 一般的英文字的話 就是在V裡面 就一定要在V裡面 因為如果不在 如果不在的話 就整個就沒有意義了 如果不在 它還是在哪裡 就沒有意義了 這樣子 不過我應該要強調一下 你說的對 不然的話 有可能 會引發狹想 就是說有可能在 什麼V以外的世界 就沒有了 那個數 數學的話是 它是有單純的一面 就是說 我固定一個V 我就從頭到尾 就在V裡面討論 除非我特別提起 不然的話呢 我絕對不能走出 V的這個世界 好 好 那 那 我再稍微解釋一下 B的話就是 所謂的係數基 係數基的話 就是說 F就是把它是一個係數 它可以乘在V上 所以就是所謂的係數基 F可以乘在V上 那 其實這個記號是這樣解 但是你可以不要忘記 你就直接 直覺了解 就是說 係數基就是F元素 可以乘在V上 乘過去 變成另外一個像 另外一個元素 那 那它的乘法 那它會滿足以下的性質 都是 你很容易在第一個例子裡面檢查 它會有性質 就是說 兩個相加再乘 等於 乘完之後再相加 相加 乘等於 乘再加 先乘再乘 等於乘乘再乘 然後第四個 就是 F裡面 因為F是 有理數或負數或實數 大家都有一個元素 叫做E E乘它 要是它 好 就是這樣 就是叫係數基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 在前面的例子 會很容易發現說 它是這個 1234這個例子都會 那 就是如果你有前面那個例子的話呢 你會發現 A跟B都很容易了解 因為加法就加法 係數基就直接乘上去 就很容易了解 但是呢 數學呢就是喜歡這樣子 就是說 數學是要把 可以直覺了解的東西把它複雜化 不 複雜化也就是說 要把它抽象化 因為抽象化 你才可以應用到更多其他的例子 OK 但是呢 你去理解這個抽象的東西呢 就是要用具體的去去瞭解 不知道要講什麼 反正 那就是說 意思是說 OK 我寫了很多說 但是呢 你心裡想的就是說 加法就是加法 然後呢 就是你在學數學的時候 一定要學會 一定要有 一定要 要學會有 兩種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說 嚴格的定義就像這樣子 囉囉嗦嗦嗦寫了一大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直觀的了解 你了解用直觀了解 但是寫考卷呢 是用嚴格的寫法 就像這樣子 一個一個寫下來 但是你在算中心 在想的時候呢 都是用直覺的了解 就這樣就是這樣子 有錯在說 要有錯的話就是說 就說定義有搞錯 這樣子 然後你再反覆幾次 你就這些定義 你後來就可以忘記了 就直接 就這樣就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係數基 好 那對於我們剛剛的那個例子呢 這兩個都滿足 因為有一個自然的加法 還有一個自然的係數基 那都滿足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例子呢 有 那我就再寫下來 這這可以擦嗎 先爭取大家同意 以後不可以擦的 沒有我就什麼就擦了喔 因為這才寫太多了 他如果寫到這裡我還可以接受 他寫到這裡呢 有點那個 對啊 我把我真的幸運 和幸運跟布袋系的擦掉好了 哈哈哈哈 魚科服務社好像也擦掉 那我好像比較重要一點 留著好 因為我在寫過來 可能有些同學會看比較吃力 謝謝他這裡 不好意思 好 那 那接下來呢 我就再舉一些 再舉一些例子 這是相量空間的例子 剛剛那個是一個例子 那例子 1 v呢 如果是fx fx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多相似 單變數多相似 這個計畫應該 中學學過 50nm over 就是說係數在f的多相似 可不可以是 f如果是十數的話 就是十係數多相似 f如果是compax number 就是負係數多相似 負係數多相似 有理數就是有理性多相似 好 那這個呢 他有自然的加法 也有自然的係數基 我就不解釋 當然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不解釋 然後呢 還有一個第二個 這個真的很簡單的 fn fn n是一個正整數 fn就是 把n個呢 把n個放在一起 n個卡別 所以這個就是 fxf 那他自然也有 加法跟係數基 加法就是 坐標對坐標 x對x坐標 y對y坐標 z對z坐標 意思的對 然後係數基就是 alpha一乘的話 就個別相似 然後我把它寫下來好 就是說 例如那個v是可以寫成 x1...到xn 然後呢 w是 y1...到yn 他落在fn的話 相加 相加 最簡單的就是相加 就是 個別相加 也會掉在裡面 那係數基 alpha乘b 係數基 就是alpha在f裡面 寫alpha就代表在f裡面 就是直接相乘 對 然後我忘記講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0元素 在第一個例子裡面 0元素就是 0多像是 這個就是0 那第二個例子裡面 0元素就是 0向量 就是說 x全都是0 所以這是第二個例子 也是很簡單 然後再舉 第三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呢 稍微不太一樣 v呢 我可以把它計成是 所有的正實數 r大於0就是所有的正實數 然後呢 我這裡的f呢 我選實數 我本來說f可以三個中的 其中一個但這裡我特別要求 f只能是實數 不然我就不能定義了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可以定義加法 我x 定義加法 因為我實數已經有個自己的加法 也有自己的乘法 所以呢 請容許我這裡加一個正方形 就是 我要去分別說 我這個加法是我自己定的 不是它原來有的 好 我可以定義 我就寫定義 自己定義的 定義x加y x加y 好 x加y 好 定義x加y 然後x加y 是等於x乘y 然後xy呢 都在v裡面 v就是正實數 就是所有的正實數 我把它相加 x加y 我把它定義成相乘 好 沒有理由的 就定義成這樣 然後呢 我定義 係數基 alpha 自己定的 自己定的就加一個方塊 加點點 alpha x 定義成 x的 alpha次方 alpha是在f f就是說是實數 x是 v是正實數 那任何的正實數 都可以取alpha次方 這個如果怕你忘記的話 你就想x alpha次方什麼意思 就是 1的 alpha的log的x 你連個也把它想成這樣 只要我的x是正數 我都可以取log 欸 那你說這個要法 實數還是正 實數 實數 但是x要正 因為我這個 這個四方其實只是這個意思 這個log一定要正 x要正 不然就沒有log 不然就還沒有log 以後會有log 現在還沒有 好 那 各位 自行檢查 它滿足所有的公設 一個一個行 其中 0跟數是什麼呢 1 1 對 很好 0 加一個 那個 雙引號 它不是普通的0 是這裡的0 這裡的0就是普通的1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就檢查 它會滿足 所有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這些 所有我們的公設 所以這次就是一個比較 不一樣的例子 好 所以 像剛剛的話 剛剛我在做的事情 是我剛剛寫下一個例子 然後呢 我觀察到它有兩個 然後接下來 我就馬上 寫了 哇 一卡車的定義什麼的 那那個 我寫了一卡車的定義什麼 那個就是說 我要把它抽象化 抽象化之後呢 抽象化意思就是說 我把裡面的 它裡面的精華呢 萃取出來 就是說 加法跟係數基 萃取出來 然後把它寫成一個公式 也就是說所謂的公設 就是說 滿足這樣的性質 我把它收集起來 就是象牙空間 然後我發現 象牙空間 除了我們平常學過 這些基本的 還有一個奇怪 還有一些奇怪象牙空間 像這個 這個也可以把它當成是象牙空間 因為它也滿足我們的公設 所以 任何在象牙空間上發展的理論 都可以套用到 譬如說這個例子 好 平常可能 不是可以看到的 普通的 不是尋常的加法 或尋常的生法 那意思是說 你有可能在 實際的應用上 你有可能是 就是說 數據要學到能力 就是說 實際的情況 就是說 你有可能遇到說 你看到很多情況 可是呢 可能這些情況都是 限量空間的一種 就是你可以把它抽象化 你可以把它 根本的結構 把它抓出來 它其實就是限量空間 那只是呢 你一眼看的時候 沒有看出來 譬如說像這個例子 它也是一個限量空間 但是呢 你可能一開始看的時候 沒有看出來 那你把它寫出來的時候 喔 你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就是 數學系的學生呢 最後會學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說 你可能 你學代數 數學什麼 全部都忘光了 最後呢 你畢業之後 你學到的能力 就是 至少啦 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畢業的時候 我這些都忘光了 但是呢 我一知道就是說 我一看到什麼 一看到什麼東西呢 就會 一看到一些東西就會想說 它就是 譬如說 一看到兩個東西就會想 就會比較這兩個東西 有沒有共同的結構 一看到一個現象 就會想說 它是不是 可以把它抽象化 然後呢 抽象化之後呢 再套用到其他有類似結構的東西 這樣子 那所以 這個就是 抽象化的 抽象化的意思 好 因為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講 那個系代數的一些理論 所以你還無法看見出 抽象化的威力 只是說 你知道這個就是抽象化 但是呢 它有什麼用 還沒看出來 學多一點理論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你開始要先 咬咬牙 就是 就是 沒有 某著被學之下再學 好 那我們 那 因為既然你要抽象化 意思是說 全部都要寫出來 那有些 有些顯而意見的事情呢 我們就需要去證明一下 不然就看 不然 這些都顯而意見 但是呢 還是需要 數學就是需要證明 對 我要寫了一件事情 就寫了 remark 就是註記的意思 就是提醒大家 或者說一個評論這樣子 那 第一 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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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消去率 就是 A的4 A的4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以下的事情 告訴我們以下的事情 如果 V加 V1 等於 V加 V2 則 V1 會等於 V2 則 V1 會等於V2 就是說它有消去率 你可以把 你有兩邊一樣 可以等量 可以消掉 OK 這看似廢話的事情 但是呢 在我們數學裡面呢 還是要證明一下 那 A的4是什麼 就是反元素 為什麼反元素 會告訴我們這個事情呢 其實是反元素 再加一些其他的 但是反元素是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這樣代表 因為 如果 V加 V1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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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記得,我這邊的話,你看我這邊我沒有寫,我沒有括號 那是因為什麼,因為我的第一條,結合率 告訴我說,我要先加誰都可以,我就索性都不寫,我就不用再加括號 不然的話,照理說我要加括號,我是先加他 但是因為結合率而已,我就不用加括號,所以我就這樣子寫 我愛先加誰就先加誰 好,那我就先加V 先加V,根據定義的話,這個是代表,這是0加V1 那這個呢,這個也是0加V2 然後呢,然後再來是A的3,告訴我們說,這個像加這個都等於V 那這個就等於V 所以V1就等於V 所以開始寫的東西呢,在數學裡面呢,還是要證明一下 所以第一個,你有消掉,可以相消 然後再來,第二個,第二個的話是這個A之3裡面的這個0呢,稱作圓點 稱作圓點,稱作這個O2 那為什麼會加一個V呢,是因為它是唯一的 所以第二件事情要說是,它是唯一的 好,那唯一性為什麼,如果你有兩個 假設有兩個 如果我們有兩個圓點 假設1號圓點跟2號圓點 那,則 則你會發現1號圓點加2號圓點 根據圓點,根據圓點的定義是 這個加這個等於 等於他自己 然後另一方面 根據你有交換率,這兩個可以交換 然後呢,這個又等於他自己 又等於2 因為1號是圓點 所以2號圓點是一樣 第二個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方塊就代表說,我解釋完了 那個方塊代表我解釋完了 就到此為止 所以這第二個就是說圓點的唯一性 第二個叫做圓點 那第三個的話是 這個反元素也是唯一性 也有唯一性 第三個,A之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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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唯一性 那唯一性 為什麼你可以用那個相消的? 因為 因為 如果 W1 W1 W2 是兩個 Inverse W1 W1 加V 會等於 圓點 W2 加V 然後就可以用 第一個 我們的相消法 可以消掉V 所以就得到 W1 所以 兩個Inverse 是唯一的 而且 所以 反元素呢 是唯一的 那事實上 所以我可以用的 以Inverse O V V呢 是等於誰呢 是等於 負V 負V是什麼意思? 負V就是定義成 喔 我要引進一個新的記號 負E成 我要引進一個新的記號 這個記號 這個記號 英文翻譯 叫做定義為 叫做定義為 我負V 定義為 負E成 V 簡寫負V 那以後常常會用這個方便的記號 就定義為 我會把那兩點寫特別粗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負V呢 就是它的反元素呢 因為 因為 V加 負V 根據定義 是 V加 負E成 V 那 V自己是等於 E成 V喔 加 負E成 V 根據那個 V4 V是 E成 V喔 然後呢 根據 V1 你可以把它分配 你可以把V提出來 變成 是 E加 負E 乘V 然後這個是 E加負E就是 0 0乘V 我還沒講 0乘V就會是 0 那0乘V 對不起 亂掉 為什麼 0乘V會等於0呢 所以我現在解釋 對 然後我這個 對不起 再補充解釋一下 為什麼 0乘V會等於0 因為 E加 0 乘以V 是等於 E乘V 是等於V 那另一方面它又等於 E乘V 加 0乘V 又等於V加 0乘0 所以就可以 那V又等於V加 0嘛 所以就可以消掉 所以就得到 0乘V 會等於0 好那注意到一件事情 此0 此0非比0 就是這兩個都寫0 但是呢 這兩個0的意思不一樣 第一個0的意思是 它是在負數 它在F裡面的0 就是平常的0 啊這裡的0是 那個V向量空間裡面的0 但是 但是 呃 但是因為 方便起見 所以呢 我們通常都是 都是 都值錢 那 那同學在 同學在看的時候呢 就是心裡要有一個這個 呃 心裡要有一個這個 心裡要有一個這個 呃 意識到 這個0跟這個0是不一樣 這兩個0是不一樣 不要把這個0混為一堂 這樣子 因為 因為 因為如果你向量空間 今天你是定義 如果你是定義 你是定義 把一個很奇怪的 假髮或奇怪的 係書機的話 你那個0呢 可能就不是你心裡 平常 平常生活經驗的那個0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OK 所以我再寫一下 這裡的這個0呢 這裡這個0呢 是 呃 這個 0在 這個vector space 這個vector space 這邊這個0呢 是 是 真的是0 1 1 f 那這是origin 原點 原點的意思 那雖然他們的地位都是差不多 就是說 任何人加他 等於沒加一樣 地位差不多 但是呢 所處的空間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學術學要小心的地方 你要注意到你的 你在什麼空間裡面 那這個是跟高中語 高中語不太一樣 高中語在學數學的時候 你講多像式就多像式 你講函數就是函數 可是可能都沒有 沒有特別去意識到說 你的函數呢 你要分辨你的函數的定義域是什麼 你的植域是什麼 就要變得很清楚 要非常小心 那很多事情 依照你的定義域不同的 那個結果就會不一樣 1就是 1 2 3 4的1 就是在 在那個f裡面的1 因為f是 由理數 1 1 對 就是1 1 1乘b 沒有 就是 第一個 你說這個1 第一個這個1 就是1 2 3 4的1 就是 負數或 時數或 由理數裡面的1 然後 1乘b 是係數g 那我 你說 然後你說 喔 因為這一般的 因為 所謂關卡就是說 在我們的第一個例子裡面 它有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但是你要定義一般的相應空間說 有可能這個不對 就是說你有可能有加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不可思議 但是呢 你有可能構造出 我沒有準備的例子 但是你有可能構造出你的例子全部都對 就是它這個不對 你知道意思嗎 你有可能構造出很奇怪的例子 就是你的前面都有 就是這個沒有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他們在發展理論的時候 應該是他們想抽象化 抽象化它就寫下幾個 喔 這一定要對 然後呢 就 然後可能就是少了這個 然後後來就發現 少了這個就不對 就是有奇怪的例子 然後一般的 就奇怪 那個奇怪的例子是 你在那個奇怪的例子之下 你無法發展出理論 那 那就只要再把它加進去 就好像那個幾何 幾何學 以前學 都是幾何 五個公社嗎 那個第五公社是 兩個平行線永遠不相交 本來也是不要有那個的 後來發現沒有那個就做不下去了 只好再把它加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你就要反思 沒有那個又會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沒有那個的例子 那 那後來就發展 欸真的有 那就是非優級的學 就像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也可以想 沒有這個又怎麼樣 沒有這個又會有什麼例子 那沒有這個的例子就是代數會討論 就不是限定代數 就是代數 限定代數都是比較簡單 就是 就是有 就是一乘幣就是等 那你也可以考慮說 不要有這個的結構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更奇怪了 所以 因為有這些結構 所以我們這些運算呢 加法呢 跟係數基 都符合直覺 然後我剛剛的證明就是說 證明直覺的確是存在 直覺是對的 好 然後再來要進入到一個比較複雜一點的 然後我這是第三個 然後第四個 第四個是記號 就是說 如果 VE 是一個 vector space 就是它滿足剛剛的那些性質 那我通常都會講vector space over F 因為我要強調 我的係數基 是 F去乘的 不是斷七八糟的人乘 就是 F去乘的 好 那 VE 裡面的元素呢 然後呢 稱作向量vector space 這是歷史因素園 不要叫向量空間 好 所以以後呢 我們就是 VE 就是代表是vector space 然後呢 我會特別講清楚 是over哪一個 over F 那F有可能是好多個 可能是時數 可能是負數 可能是有理數 那你以後大二學代數的時候呢 F 還可以是更奇怪的東西 這真的有很奇怪的 F 這樣子 那我們對 F 就是三個就好 好 那 然後再來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開始要發展出向量空間的理論 那 那數學上呢 你要發展理論的話呢 有一個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說 要 那叫什麼寫 對不起 這成語 成語是什麼 特別去找那個成語 這從你們的課綱裡面找到的 特別去看了一下 課綱寫 如何 如何 這個 如何 教數學 這樣子 叫做 以簡欲反 對我來講 已經是成語了 好不好 這是數學的最高指導原則 是真的 最高是真的 那以簡欲反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我盡量要用最少的元素或最少的量去描述我的向量空間 我最好是 我認給一個向量空間 我能夠用幾個量去描述我的向量空間 所以 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 為了要做到這些事情 我必須要引進一些觀念 所以我現在就給一個定義 所以我現在就給一個定義 好 我現在讓這個 S呢 是V 是一個子級 所以要給是正義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說 這是定義喔 我們說 V 在V裡面是一個 Linear Combination 就是線性的 線性組合 Linear Combination of vectors in S 如果 如果 怎麼樣呢 V可以寫成 α1 V1 加 0.0 到α2 V2 for some αI呢 是落在F裡面 然後呢 Vi呢 是在S裡面 這個叫做 S是任何一個子級 它可以是有限 也可以是無求 通常是有限 那我們說 V在V 它是一個 S裡面的 向量的線性組合 意思是說 它可以 它可以從 S裡面挑出 有限的 有限的 向量 N的話 就代表一個不定的正乘數 可以是一個或兩個 反正就是有限的 有限的向量 配上那個係數基 再把它加起來 所以αRN的都是在F 是係數基 我那個乘法 又被我省掉 就是乘法就沒寫 但是 當我寫α的時候 你就可以判斷出 這個是係數基 這個是向量 這兩個不會一樣 我不會拿兩個向量 乘在一起 我們這裡不容許 這個事情 它就是可以寫成 S的 裡面的 組合 叫線性組合 所謂線性組合 就是指這個意思 那重點是有限 當我的S 如果S是有限集合 那就沒有 沒有這個問題 S如果是無雄集合 這的話 那線性組合一定是有限多 因為無雄 我們沒有什麼無雄合裡面 不是微集合 沒有無雄合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叫做 線性組合 那我趕快舉一個例子 給大家看 例如說 例如說 例如說第一個 V1呢可以是F3 然後呢我取 S呢是兩個向量 V1呢是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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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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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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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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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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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 2 2 在那個時候 就依解預防就沒有用 再怎麼減都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然後我再舉第二個例子 例子是用來習慣一下定義的 它不是特別的困難 只是說你新學一個定義 新學一個定義呢 就看一下一些例子 例子第二個 V就是所有的多項式 V是所有的多項式 over f 的多項式 那我x呢 舉 x加1 x平方 x平方加3x x平方加5x 我取這三個元素集了 則 x平方呢是 x平方 1個 結形組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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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怎麼去證明這事情 就是說你用代定係數嗎 然後去解 譬如說 我現在已經說x平方四的流星 是這裡面的線型數 意思說我x平方應該要可以寫成是 α1乘x加1 加α2的x平方加3x 加α3的x平方加5x 對不對 那你就是全部拆開來 用代定係數吧 你就得到 你要有這樣的話 意思就是說 α1加 x加5α3要等於0 然後 α2加α3要等於1 然後 α1 誒 有一點奇怪 嗯 蛤 這有解可是 怎麼跟我解了嗎 不太理解 喔喔喔喔 對不起 因為我已經解一個答案 所以我一定要有答案跟我一樣 不然我不會解 不然我會忘記 不然我會解錯 我這樣子就沒錯 我看一下 x的話 x是α1加3α2 對不起喔 加3α2 要等於0 然後 x平方係數是 α2加α3等於1 然後呢 最後 α1加5倍的α3 要等於0 你一解 你會發現 真的解得出來了 就是 就是 α1是 x加1 8分之-10 好 所以呢 解的都是有理數 那所以我的f可以是有理數 所以 所以 第二個例子呢 就是 也是線性組合 可以的線性組合 代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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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一開始不知道α1α1α3是甚麼 但是我希望這個 我希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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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希望 我希望這個 我希望這個 可以弄得出來 所以我原來的係數 就可以 所謂代定係數法 就是說 我一開始不知道α1α1α3 所以叫代定 它 等待被定義的 等待被定義的數字 不用選中文 代定就是代定 好 那 然後再來 我解 我舉了一個 可以可以寫性組合 一定要寫一個 不能被寫性組合 那 x 3 次方 就不能 就不是一個 先性組合 這為甚麼 這是因為 這是因為 如果 因為如果 x3 方 可以寫成 線性組合 就是說 可以寫成這樣 如果可以這樣畫 那會有甚麼問題 那你會發現 那 你要問說 會發生甚麼問題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等號是甚麼意思 這等號的意思就是說 多項 就是說 甚麼叫做多項式相等 多項式相等 就是說 它是一個函數在 實數上 或在負數上 那使得說 它把x做到x3自方 所以這兩個相等 是指函數相等 意思就是說 你認代x在f裡面 這兩個都相等 那個f可以是 流離數 實數或負數 可以是任何的x 那如果 你這個是相等 是對 看著函數相等 意思說你x3 這兩個都相等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 這邊是一個 三次方程式 然後呢 它有無雄多個根 因為你的f有 有無雄多個元素 有無雄多個根 所以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則 這相等是 這是 看著函數 在f上相等 所以 則 a三方 減掉 α1乘上 x加1 減α2乘 x0 方 加3 x7 這是一個三次方程式 非0的三次方程式 因為x三方的係數 它會活著 等於0 這三次方程式 有 無雄多個根 無雄多個根 在f裡面 因為f有無雄多個元素 因為這是對所有的x的成績 所以無雄多個根 所以 可是你知道多項是 三次多項是最多 就三個根而已 所以就無根 矛盾就是這個意思 尺度不同 好 所以x三次方 不能寫成線性組合 正面法就是 假設可以寫成線性組合 則 你得到一個矛盾 這些α1 α1 α2 α3 沒有講到 就是七大字母 都是代表F1元元素 那這邊用到 多項是相等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看的函數都是相等 多項是這個函數 函數的特例 嗯 多項是相等 好 我們可以把第一意思說 各項一起 也可以啊 但是 我們在這裡的話是把它講的是 函數 你也可以講的是 各項相等 對 那 但是 一般的發展 多項是在發展的作成就是說 是 就是這個牽扯到那個 存在性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多項是你可以說 好 我具有X 然後我把一層都做在一起 可是在古代的人呢 他們就覺得這個是很奇怪 為什麼我可以把一個東西叫D 這個東西叫X 這個問題是 因為他們要點見為零 所以意思是說 在古代的時候 多項是 現在是可以這樣想 但是以前的人 多項是把他想 他是一個函數 在F上的函數 F是可以 然後他是把F 我們說F是一個多項是 函數 函數都做到自己做 他把X弄到 X三四方 零方 這樣 所以我可以相等 指函數 那我自己就採用這個定義 當然 在這裡這個定義 是會等同於 等同於 等同於 等同相等於說 每個系統都要講 每個 特別訓練 那這個我實在很難 所以這以後 在你學那個 維基分的時候 你不想說 這個還數 對 它不是一個 奇號 不然就很奇號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講到 就是 線性組合 那 那 之後我講的話 我已經放在那個 放在網上 所以可以看 接下來我們就是講說 可以回去看一看 就是講說 紫空間 就是8.2的紫空間 然後還有 下禮拜五 會講到就是線性組合 還有他的 維度的意思 維度這樣子 所以各位回去 可以先看一下課程 就是在第八章 我們這個講的是 先講第八章 再講第九章 再回來是第一章